接下来我们要看是说 我们有没有办法 把我们这边用New跟Delete的方式去做记忆体配置 当它出错的时候 我一定要去检查这个 这个Pi14等于如何 去检查说它到底有没有错 可不可以回到用原来跟C的那种方式一模一样 跟先前那个C的方式一模一样 去检查Pi14等于这种做法 其实现在也允许这样的做法 可是在New的时候 这一场要改写 这样 这一场要改写成底下的形式 要把它改写成这样 改写成说 这边这个Pi14 它一样是去New 一块记忆体 这块记忆体是整数 然后这里面一样是1024 后面这五个 一样要这么大一块记忆 可是在这里 多了一个关键词 一个小报号挂起来 然后里面填进去 这格子太小了 下面 叫No 是不 No就是不要 如果就是丢的意思 所以它就是说 我在New的过程中 一旦记忆体配置有错 不要丢出来意外讯息 所以这边要做一个 这个括号 这个 然后小括号挂起来 叫它不要丢出意外讯息 这时候 New才会Return一个Num的指标 然后下面这个检查 它就是Num才会正常的动作 所以这里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 我们可以自己处理 记忆体错误的结果的话 在New这边要做一个 这边要请说 做一个No 然后 不要 不要丢出那个意外的 这个 这个法师 然后 然后再定义一次 然后 这边一成功 就是说这边也边一成功 然后再让它去执行 整次去执行 一样发现 它第四次的时候 记忆体配置就有错 之后就一直错下去 所以这边目前这样看到的结果 就跟之前用 MLCAT和FREE的结果就一样 这样 所以在这里 如果我们希望 新家家在记忆体配置的时候 不要丢出意外讯息的话 那在New的过程里面 这样做一个话 去告诉这个New说 我不要丢出意外讯息 听到时候就是 不要丢的意思 不丢出 不丢什么 不丢这个意外讯息 你不丢出意外讯息 对 对 哦 是 对 好